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原名叫做La Liberté et Claron Le Monde 自由照耀世界 那他的创作者是法国阿尔萨斯出身的艺术家巴特勒迪先生 现在在巴黎还有两尊自由女神像是巴特勒迪先生当年创作的 一尊被保存在巴黎三区的工艺品艺术博物馆 另外一尊就是我们眼前这一个保存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 那这一尊也可以说是命运多传 它先是1900年在巴黎万国博朗会上展出 接着被卖给卢森堡博物馆 被安置在卢森堡公园 然后在有一年的秋天呢 自由女神的火炬不遇而飞了 于是出于保护艺术品的考量 法国参议院决定把这件作品修复之后 保存在了奥赛博物馆 那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 在巴黎赛纳河的天鹅岛上也有一尊自由女神像 但那个呢只是一个复制品 我们后面的节目也有可能会讲到 混年时间 法国巴黎 很容易 对 我们下期训练 我们下期训练 这个词阅那些 那么派 怎么复杂 我们下期训练